四十年来 爸爸 全家都反对你 只有我一个人 从来没有不顺着你的意 有一天回来 买了几百万的 生前契约 我们现在都没有用到 包含买一百只iPhone 他出门去 买了一百只iPhone 我没有反对他 吴宗憲九十岁父 临终交代别来医院 托梦抱怨开动干什么 直到他知道说自己 天年将近的时候 还特别交代我 你不要到医院来看爸爸了 因为你来看我 只是看我一个人 你在舞台上的表演 却是千千万万人 都可以得到这份欢乐跟快乐 憲哥的爸爸十六号 在那湖三种病逝 像七寿九十岁 透露告别是将才基督教仪式 家族人马光是高雄就有两千多人 有家计但不公计 我在墾丁玩很大的时候 助理突然间冲过来 拿了电话说 Sandy打电话给你 而且是几乎是摄影机还对着我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阿公 最后讲一些话 但是他那个时候 已经只剩下呼吸器的一个维持了 但是 我知道他要跟我说的每一句话 因为我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小儿子 但是我在高铁上做了一个梦 突然间看见爸爸的面孔 就在那边跟我讲 你看嘛 我不是跟你讲吗 不要帮我擦一个管 不要什么鼻胃管 擦一个什么气阶什么 你看这样多舒服 要吃什么我都可以吃什么 我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跟你一样啊 我就是一个风一样的男子啊 跟你讲了你就不听 我就不要弄这些 你这里还开一个洞干什么 我说爸爸 你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能动这个不行 但是为人子女 我全部都整套的 我全部都要帮你做 我愿意把你养在身边 养到120岁都可以 我40岁的时候 阿公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儿子 爸爸这一辈子 最骄傲的是什么 我说 最骄傲的是什么 他说 我没有对不起 任何一个朋友 我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以后 才知道 要做到 永远没有对不起别人 这个有多难 所以我也很勇敢的 对我天上的父亲说 你儿子也是一样 我只是嘴巴贱 我这一生没有对不起过 任何一个人 我要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做到 40年前 知道我的父亲 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 叫做造育症 他育症起来的时候 可以半个月不出门 造症起来的时候 他分分秒秒都不在家 然后小时候会痛打我的 就是我的爸爸 有任何一点不乖或什么 哇哒哒哒 打到我怀疑人生 40年来 爸爸 全家都反对你 只有我一个人 从来没有不顺着你的意 有一天回来 买了几百万的 生前契约 我们现在都没有用到 包含买一百支iPhone 他出门去 买了一百支iPhone 我没有反对他 阿公要花的任何一分一毫 都我来处理 因为他是我最亲爱的爸爸 他是让我在艺能界 在舞台上可以发光发热 一个最大的原动力 他就是我的永远的表演的导师 感谢父亲 谢谢 感谢父亲 感谢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